《美國不惜代價的一舉動,習中央苦不堪言,中共黑技術,美軍見招拆招》 大家好,歡迎收看《新冷戰情室》華爾街日報8月31日發表的一篇分析文章說 在美國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在8月15日跨台後,北京無法抑制喜悅之情,大肆羞辱美國 其實,中共的內心是空虛害怕的 美國撤軍後,將燙手三戶留給北京和莫斯科 而美國將更多資源集中在對抗中共 而且與阿富汗的鄰國、俄羅斯和中國不同 美國更遠離塔利班接管的直接後果 從難民朝到恐怖主義到毒品貿易 美軍在阿富汗20年的存在 為中亞地區帶來了相對穩定和和平 他們才有20年的安穩教 從現在起,管理阿富汗越來越成為莫斯科和北京和其他地區盟友的問題 中國浙江外語大學國際關係學者馬曉林說 美軍混亂而突然從阿富汗撤出 對中國來說不是個好消息 他指出 美國在技術、製造業和軍事力量方面仍然更強大 根據中國外交部網站上一份聲明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8月29日 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電話時說 需要美國繼續參與阿富汗事務 包括幫助亞國維持穩定、打擊恐怖主義和暴力 莫斯科也敦促美國和民國不要迴避 普京的阿富汗問題特使卡布洛夫說 西方國家應該重新開放在卡布爾的大使館 並與塔利班就重建亞國的經濟進行會談 為中國政府提供建議的學者 預計美國會將軍事資源集中在對抗北京 特別是在西太平洋地區 這個戰略重要性現在已成為兩黨罕見的共識 拜登總統在4月宣布 從阿富汗撤軍的講話中 在這場耗資數萬億美元奪走2465名美國人生命的戰爭之後 強調了對抗中共的當務之急 同時拜登在8月31日宣布阿富汗戰爭結束時 重新在這場競爭中 中國或俄羅斯最希望得到的 莫過於讓美國在阿富汗再陷10年 拜登的大部分外交政策都已與中共的競爭為中心 他將美國與中國之間的鬥爭 說成是將決定是民主還是專制領導世界的未來 美國在阿富汗的結局 在台灣引起了特別關注 台灣是北京尋求與大陸統一的民主島嶼 如果有必要的話可以通過武力來實現 根據法律規定 美國有義務幫助台灣進行自衛 美國在亞洲的盟友和合作夥伴的普遍看法是 華盛頓現在終於可以轉向亞洲了 美國曾經承諾將對抗中共 但由於它忙於阿富汗和中東問題 基本上沒有實現 前韓國陸軍軍官駐韓美軍顧問 見為首爾安全顧問的摧石訓話 從更積極的角度來看 亞洲盟友希望看到的是更多的關注 更多的人力資源 更多的人員培訓 而不是中東地區的反恐 白宮發言人普薩基在8月較早的時候說 我們的信息非常明確 正如台灣關係法中所述 我們支持台灣人民 我們支持世界各地的夥伴 他們受到俄羅斯和中國投射的這些宣傳影響 而我們將繼續用行動來兌現這些話 在最近對俄羅斯和中國的訪問中 塔利班領導人向他們保證 他們不會允許國際恐怖分子再從阿富汗行動 莫斯科智囊團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總幹事 富爾圖洛夫說 塔利班現在說的都是好聽的 他們不會允許利用其領土向東邊的新疆 或者向北邊的中亞進行恐怖活動 但是到目前為止 這些只是說說而言 問題比答案多得多 對中共來說 阿富汗的關鍵問題 長期以來一直是來自東特決 斯坦伊斯蘭運動和其繼承者 特決斯坦伊斯蘭黨 及維吾爾族激進分子的存在 據聯合國估計 這些維吾爾戰事中 約有500人在阿富汗 主要在東北部的巴達赫上省 阿富汗前政府的外交部長 雅特馬爾 在8月初接受採訪時說 一些維吾爾戰士已經從敘利亞的戰場上 返回阿富汗 這些維吾爾戰士的部署 是解釋塔利班在亞國北部 能夠發動閃電攻勢的原因之一 中共外交部長黃毅 在7月底與塔利班政治辦公室主任巴拉達 在中國會面時直接提出了這個問題 會面結束後 中方表示已經明確提出要求 敦促塔利班和所有恐怖組織決裂 並對東伊運採取堅決行動 雖然渴望在美國失敗的地方取得成功 但中共不願意捲入阿富汗的國內政治 也不願意無限期承擔補貼破產的阿富汗國家的負擔 中共的軍隊缺乏在中國邊境以外的作戰經驗 莫斯科在阿富汗這個帝國墳地有自己痛苦的歷史 也在小心翼翼行事 莫斯科外交和國防政策委員會主任盧卡洛夫說 阿富汗是一個獨特的地方 歷史表明 那裡的偉大國族沒有給任何人帶來好處 在一個日益相關互聯的世界裡 美國軍隊正在老地方迎接新挑戰 商業內幕8月31日的一篇文章稱 儘管美國沒有與中國開戰 但與北京的競爭已經很激烈 部署在世界各地的常規部隊和特種作戰部隊 直接或通過代理人接觸到中共的技術 這可能會在衝突中阻礙他們 最嚴重的黑技術就是5G 中國華為被華為通過網絡攻擊 從一家加拿大公司竊取5G技術 現在一直在全球範圍部署5G 由於中國特殊的國家安全法 要求個人和公司與中國安全部門合作 世界各地的任何華為公司 都對隱私和國家安全構成潛在威脅 通過華為、中國政府 可以在和平或戰爭時期監視或破壞基礎設施 各國政府已意識到這種危險 並一直在禁止華為進入他們的網絡 另一方面 儘管有這些隱私和安全問題 一些國家 特別是非洲、東南亞和拉丁美洲的國家 正在轉向中國尋求5G技術 華為對這些國家的吸引力在於低成本 馬克波特技術公司的合夥人 兼高級營運顧問哈斯肯說 中國試圖通過在整個發展中世界 提供低成本的基礎設施 來排擠全球電信競爭 簡而言之 中國繼續使用債務外交的策略 作為控制非洲和東南亞等地商業的手段 並通過5G技術滲透到歐洲和南美市場 但美國特種作戰部隊和常規部隊 在部署作戰任務或其他行動 比如一般偵測士 將不得不應對5G的威脅 擁有豐富的特種作戰和情報社區經驗的哈斯肯說 特種作戰部隊和其盟軍部隊在全球部署時 將會越來越多地面臨外國技術威脅 在安裝了中國和俄羅斯製造和控制的電信基礎設施的地區 情況尤其如此 例如當陸軍特種部隊小組或海砲突擊隊 部署到海外進行戰鬥行動或與盟軍合作時 他們有一個電子和在線紀錄 被黑客入侵的本地網絡 可以被用來收集有關他們的任務和身份 以及他們的戰術、技術和程序信息 負責美國在南美一帶軍事活動的 美國南方司令部負責人曾特別提到 中國IT基礎設施的存在 是與盟國交流的一個風險 哈斯肯補充說 特種作戰部隊在部署到海外時 必須考慮到他們是在一種持續的監視狀態下行動 哈斯肯還說 特種作戰司令部的超能力操作員計劃 只在應對這些威脅 並為特種部隊、網絡部隊和常規部隊 提供態勢感知工具 以實現有爭議和擁擠的信息環境中 所需要的安全通訊和部隊保護技術 5G技術的普及也為特種作戰部隊帶來了機會 特別是當涉及到訪問和訊息時 兩者對塑造戰爭空間都自關重要 5G有望徹底改變我們的工作和通訊方式 但它帶來的安全風險如果不加以解決 可能會被國內公眾和戰場上的部隊帶來可怕的後果 加入榮譽會員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14億中國人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